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中文人来跟各位讲一个小故事 有关与陈末世君的道理 是在一本书里面看到 韩徽子这本书 韩徽子就是那个韩徽所做的 战国时代他做的 那他这个人是法家,即法家之大臣 这个人呢,口即 就是他讲话不太好 不能够讲一些大道理 但是他很会写书 那当然了,一定是很会写书才敢写 古代开玩笑是柯刚版的,对不对 不是像现在阿玛阿狗都可以写书 像我周某人也曾经是一个小作家 我就是阿玛阿狗嘛,我会敢写 但是古时候,一定是大学问家 才有资格写的 他写了一个故事 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好 就是在那个春秋的时候 镇国,镇国那个时候 就是人家讲春秋小霸 镇武功,就是在春秋武霸之前发生的 那时候他国事很强,镇国 他叫做截图 截是截起 那个手字旁那个截起的截 图是图然的图 他这个名字也很奇怪,截图 反正后来他就变成镇武功就对了 这个人呢,他想要征华这个湖人 所以呢,他故意先把女儿 嫁给那个湖王 结果这个湖人的那个国王 想要讨好他了 他有一天他就问一些部下讲 他的一些部属 他说我想要用兵 你看是进攻哪一国比较好 那一个戴夫呢,叫官骑师 官,官林场,官公的官 骑,其他的骑 师,思想的师 官骑师这个人 他就回答说 我们可以征讨福国 那镇武功听了呢,就非常生气 他说开什么玩笑 我们是兄弟之国呢 我还把女儿嫁给他 你怎么可以说要讨伐他呢 这什么道理 可恶啊,乱讲话 就把他杀了 这个湖人,湖人的国王 听到这件事情以后 他就觉得说 臭懂啊,这个没有问题啊 他跟我很好 结果没有防备这个镇国 那后来这个镇武功 镇武功这个图截 不是图截,截图 他就突然出兵 忍不提防的出兵 就袭击他 就把他灭了 所以呢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说 多严多祸 沉默是金 而且第二个 中文人感到 古代的帝王真的非常可恶 他为了自己的这个目的 政治真的要灭烂 民主时代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嘛 那古代就可以啊 古代的金兰就乱杀人 他为了要 制造那个 弧国的国王呢 产生错觉 把自己那个中心的层次 你猜中我的心事 我把你干掉 把那个关其事杀掉 你看看 所以这个 在古代真的要 谨言慎行 不谨言慎行不行了 那当然像这个 韩慧子他自己虽然讲这样 其他到最后也是被那个理师啊 你是这个 这个小子 把他在意中 杀掉 怎么杀呢 他就是 一家之税 何万无子嘛 把他搞到 逼到他 不得不自杀这样 是这个人就是 送给他一些毒药 然后叫他自己 吃毒药死掉 所以这个也是 嫉妒心了 这古时候实在很恐怖 好 舍我让人在这里 各位 共同 失所思 沉默事经 有时候是对的 所以我想我应该闭嘴了 我现在讲太多 也有点危险 好好好 舍我让人敬祝各位 身体健康 精神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